女儿想高中毕业后继续上大学 母亲断然拒绝 理由是学费太贵 负担不起 姐姐长子挺善而出 说学费她来出 母亲说道挣钱哪那么容易 但两个女儿都很坚持 母亲也只能苦涩点头 压力来到长子这边 她只大妹妹一年 临近毕业 她焦急的找老师介绍工作 老师很头疼 是有那么一个工作机会 但你这学习成绩不一定干得成 长子说自己一定行 老师将她带到办公室 工作是日文打字员 白不先看 新奇的长子还没意识到困难 日文打字和英文打字完全不一样 英文只用记住26个字母 日文则是密密麻麻的 将2273个常用字都刻在打字机上 打字员需要记住这2273个字的位置 才能准确迅速地打出来 长子终于明白 为啥这份工作会空出来了 不过这时她比无选择 要不然妹妹明年的学费 她凑不齐的 至此 长子开始了每天刻苦的练习 白天在学校用打字机练 放学回家抄在纸上练 三妹给他们扇扇子 希望姐姐们都能成功 虽然每天都在进一步 爪子的速度也在加快 但距离老师说的标准还差很远 她有些灰心了 在给大学人新野送餐时 她说出了内心的苦楚 同时很佩服新野研究植物时的专注 感觉自己练打字 做不到这个份上 新野说道有一种树 它长得很像柏树 并希望明天就能成为柏树 但事实上它们是两个品种 永远成不了柏树 所以人们给它取名一柏 长子觉得有点可怜 新野说道并不是 一柏也有它的特色 也可以成为不输柏树的良才 所以即使某一方面比不过别人 也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长子明白了新野的意思 并非每个人都是柏树 也并非只有柏树才能成才 他继续专心练习了一段时间 到了面试的时刻 毫无经验的他率进而为 为什么来我们公司 因为想拿高薪 有什么傲人的经历 做过牙膏但失败了 这两个问题过后 面试官轻蔑一笑 长子觉得自己大概率被刷掉 于是想靠苦练的打字技术挽回一局 面试官却告诉他 石操今年取消了 因为是推荐制 我们对推荐学校的要求 就是专业熟练 青年霹雳呀 面试糟糕 石操又取消 这铁钉被刷呀 回到家 虽然得到了所有人的安慰 长子还是哭了出来 早早夸下海口 帮妹妹掏学费 这可咋办呀 一连两周 长子都郁郁寡欢 突然那一天 母亲冲进来 我没得到 这边 这边 长子竟然被录取了 他自己都搞不懂 什么原因 但不管什么原因 开心就完了 接着匆匆而过的毕业季 一家人欢聚一堂的祝福后 长子踏上了职场之路 他在领导面前大表决心 感谢公司录取 一定不辜负公司对自己的信任 领导无所谓的说道 录取谁不是录取 往年都会有更可爱的女生来 今年也就你这种水平了 长子愣在原地 原来是这个原因 进到打字时 除了专业熟练 这里的女孩确实都很漂亮 负责人 是这个叫早与女珠美的小姐 把长子带到公位之后 再没有做过多介绍 也没有给长子分配工作 而其他人忙得几乎飞起 可是唯一的日文打字员小薰 已经到了做不完的境地 长子看不下去 去找珠美要工作 珠美除了让他继续等着 还要求他以后 不要叫自己珠美 请叫我的姓 早一女 就这样 长子疑惑且悠闲的过了一天 第二天同样的情况 接着第三天 第四天 惆怅的长子叫来新野 新野当然不懂职场套路 但他懂长子呀 说你以前 可从不坐着等结果呀 新那一天 长子去找了客长 客长我把他推给早一女 早一女没开口 其他打字员就告诫长子 听安排就行了 长子掀不住 去其他部门帮忙 结果被骂瞎捣乱 早一女看到后 给了他任务 激动的心 颤头的手 长子终于开始工作了 但成果不尽如人意 2800个字打错125个 用时是其他人的两倍 早一女告诉他 这就是不给你工作的原因 因为你无法胜任 同时警告长子 不要去其他部门帮忙 你的工作只限于这间屋子 现在你负责给其他人打杂 被姐妹们忽来喝去一段时间后 长子对有些精神衰弱了 坐在家里 都听见有人叫他拿着送纳的 但又上班时 他竟然忘了早一女的警告 当有其他部门同事请求帮忙时 早一女明确拒绝 闲着的长子 却说有空